2012年 2012年 開賣第一天就從心買了 很難得來踩碗筆 很開心 很期待 就是希望 以後還能繼續演出下次 中華隊加油 加油加油 世界盃足球賽亞洲區資格 在第二輪中華隊9月8號 在主場台北田徑場 迎戰的是越南 那這場比賽非常難得 公開售票兩萬張票全部都賣光了 那今天現場非常的熱鬧 不過也來了非常多的越南球迷 來幫他們的球隊加油打氣 那這場比賽上半場呢 雙方都沒有破門 直到下半場的時候 越南率先攻下了第一球 那麼中華隊是在第82分鐘的時候 扳平戰舉 比波很可惜在商庭古時階段 還是輸掉了比賽 最後中華隊1比2吞下敗仗 那這段之後呢 這個夏威耶他也說了 他在這場比賽 其實並沒有感受到 太多的主場優勢 譬如說 當我看到很多外國人在這場 我認為這不是普通的 我們在家裡玩 我們有千萬萬萬的外國人 我們感覺到像在漢尼 那樣的外國人在這場 我明白 我們想賣票 但我們沒有賣那些 我從來的 我從來的 我們在這場 我們在這場的外國人 他們在這場的外國人 都在這場的外國人 但是我們在這場 我們在這場的外國人 都給了很多票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很難的 所以我現在是 一般的感覺 我現在非常誇張 因為我覺得台灣教練蠻可憐的 因為就是我們這比完賽 大家又回去自己的母隊 然後回去自己的母隊以後 又有自己的戰術 然後過來以後 教練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整合我們的球隊 所以教練是非常累 但是我覺得 可能大家是要有一種 向心力吧 因為它總共是同樣的故事 我們還沒玩過 我認為這隊的戰鬥很不錯 每個人都100% 但最後我們會再贏 我認為這隊的戰鬥很重要 不然在一年或二年 現在必須要發生 大家必須改善 做得更好 中華隊這一戰雖然沒有贏球 但是總教練陳桂仁 還是肯定了所有球員的拼勁 到下半場我們 我們的兄弟們 還是有額頭的機會 還是沒有辦法回去 到下半場我們被進球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 我們還是要堅持到底 我們放棄 但是後面那個球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我肯定 所以我們兄弟們 今天有好事 謝謝 中華隊在這一輪賽事 跟泰國、伊拉克還有越南 同樣是分在F組 那加上第一場比賽之後 吞下了三場敗仗 那麼下一戰呢 中華隊將要跟伊拉克交手 是由於是 中華隊共生 來自於是 我們 覺得 他們 是